我在這邊跟老師補充一下這個OBS 我們剛剛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管你是用圓形的車罩或者藍綠幕 是不是先做了一個場景 可是啊 我們現在是不是只有一個場景 那今天老師如果你上什麼課 我可能前面會有一個 就是 比如說 就是課程名稱 之類的 或者我中間 可能我如果是直播 我們是不是要稍微中場休息一下 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增加一個場景 你看在下面這裡 我們在左邊場景這邊 有沒有下面還可以再增加 在這裡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場景 好 那他就問你 你的場景叫什麼名稱 這個都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命名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就看到 現在有兩個場景 對不對 一個是剛剛的 一個是 是 後來新增的 好所以這裡面又是多出來的 所以如果老師你要休息10分鐘 那我可以準備 休息10分鐘的影片 那您看我在我的部落格上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直接抓影片 另外一個是我可以直接把CAMMA的這個打開 我就讓他去播 那我就抓這個 分頁就好了 也可以 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用這個分頁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OBS裡面 你看 我在這邊 一樣是加號 對不對 可是這次我要抓的 是不是一個 視窗 就是瀏覽器的視窗分頁 就找這個地方 如果老師你要抓的是YouTuber 你也可以直接用瀏覽器 因為OBS內建的一個瀏覽器 就等同你打開Google Chrome Firefart 或者是微軟的Edge 一樣的道理 那你看我用視窗擷取 好 名稱 先不管他沒關係 我按確定 重點是 我要告訴他 我想要哪一個 有沒有一個 Chrome的倒數計時5分鐘 對我就是要這個 這樣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你可以抓你的螢幕視窗 或者老師你平常用那個PowerPoint 我就直接抓這個視窗 也可以 好那我按確定 所以我現在在這個視窗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把它放到最大 飲料杯倒了 現在還在跑 網路應該沒有斷掉 應該是還在 喔有了有了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 回去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他也變全螢幕了 對不對 那因為我是抓那個螢幕嘛 抓那個視窗 所以 我們如果說 老師平常在這裡 那我就可以把它切換到這邊 這樣就休息了 老師就不用見真了嘛 好那 等到上去的時候 我再把它切回去 這樣就是我們場景就要拍好了 您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睡覺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先把它停一下 這樣 老師有概念了嗎 所以我們那個場景的概念 是像這樣子 好您就可以透過這樣去做調整 對對對 那至於說場景 你要放上面放下面這都沒關係 你也可以命名 所以使用上 OBS的好處就是 他在這方面還算蠻靈活的 您就可以自己 比如說你有上什麼課 我就把那個 課程的 需要的東西 我就先整理一下 那 上哪一堂課 就好像現在老師 上哪一堂課 進哪一個班級 哪一間教室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去到那間教室 該有的 如果是理化的教室 我可能時間設備都有了 是不是就OK 好 這個部分補充一下 讓大家稍微比較清楚 剛剛講的情境 我只有一個螢幕的話 我雖然這裡在播 可是我是還是要回到這裡來 這樣你覺得同學會不會看到 當然會看到 因為你就一個螢幕就直接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有兩個螢幕 我可以 把我的OBS 我就怎麼樣 放在 比如說我兩顆螢幕 那我出去是右手邊這顆螢幕 左邊就是負責來控制 我OBS放這裡 那我有一些不要放過去的 我就會怎麼樣 把他拉過來這邊 要拿過去我再從這邊拉過去 可是投影片比如說 你是上課投影片 二三十張 對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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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就是 我 我們如果說老師你要沒有雙螢幕的話 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不是用視窗截取 用什麼 用這個 截取 螢幕 也就是說我在那個螢幕上的 不管你是哪一個視窗 哪一個 就是 哪一個 應用程式 你只要畫面 到的那個 就會都會 都會出去 叫做視窗截取 就是 那個顯示器截取 會像這樣 這個 你看我把他點一下 但是這樣 老是眼睛 會有點不舒服 因為 會無限回圈 因為現在是自己截取自己 你看我把他這樣 有沒有發現 我 永遠一直往下延伸下去 因為我現在抓了 裡面就有另外一個我 又抓了一個 所以 就會有這種情形 單螢幕 就會有這種情形 但是如果雙螢幕就不會 那可以用工作室模式去取代 沒有雙螢幕的狀況 可以 但是問題是你 假設我視訊會議的時候 我出去 還是什麼 還是我的全螢幕 對 所以老師剛剛有提到 沒錯 工作室模式是可以用 好比如說你看 我現在 這裡 老師好厲害 我本來想 偷偷掠過工作室模式 哈哈 就是 右手邊 是正在播出的 左手邊 就是什麼 老師在準備中的 那這個還是在雙螢幕會比較好 為什麼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個 是不是有一個 來我用這樣子 好現在你看 我在這裡把這裡關掉 可是右手邊有沒有變 沒有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右手邊在準備了嘛 左手邊在準備 好我現在切換 導播說換 有沒有換過去了 那我這邊就回到這裡來 再準備一下 我待會撿報要放什麼 然後再按一下 正式上線喔 有沒有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工作室模式 但是 你只有單一個螢幕的時候 你在這裡操作 人家還是看到 哈哈哈 可是是不是可以用那個虛擬相機給他撿清楚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 這樣你會更辛苦啊 因為你要隨時關注 我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有沒有放在裡面 可是我如果是雙螢幕很單純 只要那個螢幕出現的就出去 所以我就可以要拖過去或拉回來就好 就反而你比較不會因為 講的原理是沒有錯 但是 我們真正在進行的時候 我問老師好了 你直播比較緊張還是上課的時候比較緊張 直播嗎 直播的時候比較緊張對不對 因為直播沒有出錯的空間 上課講錯了 不好意思 同學不好意思 我們 這裡老師更正一下 但是直播的話你出去就出去 有時候就是 有些東西不該看到的被他看到的就看到了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雙螢幕就是兩台載具的意思 不是兩台載具 兩台載具沒有辦法達到我講的雙螢幕 兩台載具只是方便老師跟同學做互動 所以以前我有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說 老師Google Meet的時候如果你沒有雙螢幕 你可以拿平板 你可以拿手機 我就在那一邊去回答看同學有沒有問問題 但是那個只是互動方便 可是如果你真正要 就是比較容易操作 我是需要有一個 另外一個螢幕 我可以像這樣我就把它 拖到另外一邊去 對對對對 其實這個就好像我們去看那個股票有沒有 我們一般證券公司看股票 你絕對不會看到他只有看一個螢幕 他會看很多螢幕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資訊很多 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 你要設延伸 假設我現在這一台 我也可以把它延伸出去喔 對不對 我的投影機也可以變成我的什麼 變成我的第2個螢幕 對對對也可以 只是說 有雙螢幕就是在這裡現場 老師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對對對 對你就只要拿螢幕來就好 那也有部分的平板 他資源變成第2顆螢幕 也有那一種平板 對對對 其實我們 你看我們一般在做那個 教室裡面投影機有沒有 其實他就你的第2顆螢幕 這樣好了 我這一段我可能要先停 我這一段錄影我先停 那我實際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你就比較清楚什麼是雙螢幕的感覺 好吧 OK